由林务局花林林区管理处所主办的2022保安林苏氏及森林烧来消息的活动 原意据要在4月16、17号的两天周末登场 但是疫情的影响15号临时宣布延期来办理 对需要备料备货的摊伤造成不小的冲击 因此就由摊伤决定运用自有店面的空间 以快散迷你市集来摆摊也吸引了不少原本预计参与市集的民众前来捧场 活动下午一点开卖不到两个小时就将所有的货品销售一空 华联疫情延烧林务局花林林区管理处主办的2022保安林苏氏及森林烧来的消息 原本预计在16、17日周末登场 但15日临时宣布延期对需要备料的食物摊伤尤其造成冲击 于是就由摊伤运用自有店面的露台空间 邀请几个摊友在16日下午自主快闪迷你市集 缓救可能被浪费的食材 因为花林下疫情比较严峻 所以活动在正式举办的前一天就宣布要延期 那因为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做食物的摊伤来讲 食材都是先备好的 然后所以后来摊伤们就几次管理 那既然我们食材都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干脆在市区举办一些小型的快闪活动 其实主要的用意还是希望说 这些已经准备好的食材 它可以不要被浪费掉 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这件事情 昨天晚上在网络上面大家帮忙宣传之后 其实现场来了很多的朋友 那我们还是希望说今年的这个活动啊 它延期之后 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在森林舒适局跟大家一起见面 快闪迷你市集包含提供自家店面门口的 Stroke散步咖啡 花特发 甲骨文茶叶蛋 以及抹胖青石 下午一点还没开卖就有民众在排队 不到两个小时就全部销售一空 错过的民众仍有机会在之后舒适局品尝 花连领馆处也遗憾表示 舒适局虽然在户外感染风险低 但考量全民防疫 避免造成防疫破口 活动还是延期 若有最新消息 将在领馆处官网或脸书粉丝页公告 记者长邦业华联士报导 收ty 静 静